直到上周,终于听到了美国总统特朗普,发表了对美元强势的不满了,特朗普上任前大力批评,某些国家操控货币汇率,松移于贸易中得益而损害美国利益,而且也曾经评论联储局的利率政策,然而上任后虽然于今年在他完成推动税改后,正式推动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议和提出征收关税等。 但就没有真正的评击联储局和前主席耶伦。所以耶伦也顺利完成任期。同时美国财政部也没有将某些焦点国家列为货币操控国。 今年自4月中美元反弹。期间伴随的正是特朗普大力推动贸易谈判之时。要改善贸易,美元就不应走强,美元走强。 其他国家货币自然相对下跌。汇率大跌虽然对某些国家带来压力。但却利好本国出口。美元走强反而不利美国出口。 这与特朗普的贸易政策有一定矛盾之处。所以这两月来一直等待特朗普。何时开始表达对美元走强的不满。美元走强不利本国出口。 过往央行对汇市的口头干预效果一般有限。但央行的不满一般同时。隐含货币与利率政策的配合。所以某程度上影响仍然是大的。指示任何央行政策也要视乎影响汇率的宏观大因素。 很多时也未必能靠个别央行的货币。与汇率政策而改变。例如早几年欧洲面对债务危机加上欧洲推行量宽。资金不断流入瑞士而推高了瑞士法郎。 这便不是瑞士央行可单边改变的事情。今次发表不满的是特朗普而非联储局。虽然说以美国法制而言。联储局是独立运作机构。联储局的政策并不直接受到美国总统的影响。 但以目前特朗普的行为。他的观点对联储局也不无影响。至少联储局要继续加息便需要。有支持美国进一步加息的经济数据才成。所以未来要多观察数据的变化。另一方面。虽然相信各国的央行都会对本土经济。作出独立判断而决定加息需要。但在与美国贸易糾纏之制。应该也不愿意因为货币太疲弱。 而引起特朗普更大的批评。以目前走势而言。市场仍然相信联储局将预期于9月加息。但如果特朗普进一步表示不满。市场或将开始怀疑12月加息的可能性。 加息预期降温对美元有一定的影响。这最终仍将限制了美元的升幅。所以特朗普对美元的观点绝对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。 当然。要真正改变美元的方向。仍要视乎其他国家经济数据于下半年是否转好。 终而提升加息的预期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!